国道一号内侧车道一辆白车自撞 工程车摆放三角锥 想不到急功十月也有三台车发生追撞 正当三名驾驶站在一旁降电话求援 这时后方好几台车等待变换车道 却一个错不及防 大货车再撞了上来 中间瞬间变成夹心饼干 江南驾驶自小客车一分心未出于车前路况 追撞正南驾驶的自小货车 该自小货车再推撞自小货车 车祸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144公里 29号下午两点多三起车祸事故 共救车深陷其中 想不到警方还没来 原本站在车前讲电话的乡行车驾驶 竟然翻阅到南下路前 诡异行径相当可疑 红斑马警车上前关心 男子看到警察前来 第一反应竟是往反方上跑 接着一跃而下跳下护栏 不见踪影 除第二起事故 自小客车驾驶人身份在查外 其余驾驶人走车时皆为零 这场车祸事故无人伤亡 却意外衍生案外案 男子为何见到警察就跑 一定有问题 身份还有待追查 明镜新闻邱俊超 妙力报道